这位弟子有署名叫Evelyn Lee 他问的问题是 师尊在来自佛国的语言 这本书中有提到 女弟子的三个丹田所在处 和男弟子是不一样的 那他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男子的山脉是交接于下丹田 那女子的山脉是交接在何处呢 我是这样子的 这个其实男女的丹田是一样的 他也是有上丹田 这个中丹田跟下丹田 其实是一样 男女本身是一样 那么这个在道家成为通三教 通三教也就是把上丹田 中丹田 这个下丹田 成为一个直信 成为一个这个 这个循环的一个直信 密教把这个上丹田 这个中丹田 下丹田 也是一样 道家都是 道家都是这样子讲的 男女子一样 并没有不同 那么为什么 要把你本身的这个丹田 放在中丹田 不放在下丹田的原因 是因为你修宝平气的时候 那个是很强烈的气 跟一般的平顺气是不一样 宝平是比较急烈的气 那女子在如果放在下丹田的时候 她有时候 她有这个夜市 这个夜市来的时候 因为你气集中在那里 会强迫这个那里 那么会产生血崩的现象 血崩的现象 所以女子修气 一般是在中丹田 所以女弟子修气 就是要纳气在中丹田 对 那相信这个应该有 回答到这位弟子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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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